方法定文学 nemu 民学 现实的无数 字观 读位同学 大家好 请掀开十善一道景 第十四面 最后也好 任如庄严固 得福语音音 居众向好 这是说行十善一道 以落实在任如波罗密上 这一段经文 前面这两只 全部贯穿下面所有的经文 那就是 主要言之 行十善道 这个地方就是 一任如庄严固 得福语音 居众向好 要这样念法 那个意思 就很完整了 这个是集结金藏的 在文字上的省略 这个省略 是美化了文章 中国人 无论是在文字 是在言语 都讲求 简要详明 简单 恶要 还是详细明白 符合这个标准 就是好文章 好的言语 所以翻译 佛经 也是 遵守 这个原则 那么我们读诵 研究 讲解 一定要懂得 这个文里面 所含圆满居足的义区 那么都是 主要言之 忍辱 是很难做的 一桩事情 特别受侮辱 在大乘佛法里面 六波罗密 佛只讲了一个忍 而并不是专门指 忍辱 佛法传到中国来之后 翻译的法斯 把这一条 特别加个乳 什么原因呢 中国古代 读书人 我们所称的四代夫阶级 用现代话来说 就是知识分子 中国人 是非常尊敬知识分子 亏是中国 这历过五千年来 知识分子 占非常重要的地位 无论 是怎样的 改朝换代 没有 不尊重知识分子 所以是 寻心愚能 过去的四代夫 戒机 有所谓的是 似可杀 不可辱 就是中国读书人 把这个侮辱 看到非常严重 说这是不能忍受的 杀头都没有关系 都可以忍受 这个侮辱不能忍受 翻经的法师 看到四代夫 戒机 有这么严重的执着 所以把这个忍 下面就加个入 如果入都可以忍 那当然 没有什么都不能忍受 所有都能忍了 所以特别 用忍入 这个名词 我们要晓得 在这个 大乘经语言文里面 梵文经典 或者今天 这个巴黎文经典 藏文经典 都不是忍入这个意思 我们要懂得 不能忍 这个是我们 能够想象得到的 我们也看到许多人 甚至于包括自己 你看看 你不能忍的时候 那一副德相 是什么样子 照照镜子 就知道了 现在你的录像 是更清楚了 你看看 那个言语 是什么样子 决定不能叫人 看到身欢喜心 让别人看到的是什么 身恐惧 厌烦 语言里 不敢接近 这个情形 无论在 事法 复法 都是破坏 而不是成就 那么我们要想 在事出世间法 得到圆满的成就 这人是功夫 人是关键 中国 念语里面所谓 小不忍 在乱 大谋 佛在 金刚 薄若 这是大家念得很熟的 说了一句名言 一切法 得成于人 事出世间 无论大事 小事 你要想成就 都得利于人 人 这个意义 深广无尽 最重要的 就在日常生活当中 人 决定不能够 特立社会 独立 孙城 人 决定要 依靠 大众 依靠 大众 跟大众 在一起 生活 这不能人 怎么行 尤其 在末法 新年代 这个时代 这个时代 麻烦多 就是 无量寿经 世尊 非常感叹地 为我们说 新人 无知 不识 道德 无忧于真 我们从小 没有接受过 良好的教育 养成 十十多多 不善的 习气 很不容易 跟大众 相处 这个难了 我们看看 事处事乏 凡是有成就的人 事业做得越大 地位越高 越谦虚 越和尽 他才得到别人 尊敬 得到别人 鸟目 一桩事情 能叫你一生 感恩不尽 我过去 年轻的时候 做个小公务人员 上班 上班 有时候 这个工作不多 我们在办公室里面 看看报纸 看看书 这常有的事情 吸气毛病 有啊 坐在这个座位上 不好好地坐 这个背靠在椅背上 这个椅子腿 前面两个翘起来了 坐的是 躺的是很舒服啊 我这个长官 从我背后来了 拍拍我的肩膀 我一看 赶快站起来 他没有责备我 反而呢 说的是 真是肉眼爱语 他说你这种做法呢 容易跌倒啊 容易受伤啊 他不说别的话 一次教训 终身不忘 这个毛病 永远该过来 如果是 他把你呵斥一顿 骂你一顿 教训一顿 是的 他走了 我照样瞧起来 不是从内心悦福啊 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得 那么他教导我们 等于说 也给我们上了一堂库 我懂得了 如果我要做长官 我如何怎样对待我的部署 能够得到这个部署 忠心的拥戴 认真负责 替我做事 都在一个亲近 亲身能够恭敬别人 时时刻刻 只要我们留意 细心 都是我们的学处啊 过去太学大师提倡的 菩萨 菩萨学处 首先 要学着跟大众相处 跟大众相处 最重要的 要跟大众达成一篇 今天我们佛教 比不上基督教 天主教 原因呢 我们不能跟最贫苦的人 达成一篇 不能过那个贫苦的日子 昨天天主教 有两位修女来看我 我们讲经的时间 延误了半个小时 我接见他们 他们在非洲 办个医院 告诉我 非洲人非常可怜 他们在那边 工作了十二年 医院学校很少 所以病人看病 要走很远的路程 才能够到他们的诊所 所以希望呢 能有一辆 医疗救护车 来找我 我答应他 送他一辆车 我们听到非常感动 那些地方 我们佛教里面的人 都不愿意去 他们肯去 而能够跟他们一样的吃苦 没有一丝毫的愿意 给人家达成一片 全心全力地照顾这些人 帮助这些人 像我们新加坡的许哲修女 她一生也是这样的 心目当中只有苦难的众生 老人病人 从来没有想过自己 给这些人打成一片 这是稀有难得 这是我们 极需要效法的 极需要警觉的 事法佛法 古神仙仙教导我们 我们自己在哪一个工作岗位上 一定要把自己的本分工作做好 每一个人都能把自己本分工作做好 这个世界是想活的 大家必须要互助合作 没有忍辱的功夫就不能拯救 忍辱的功夫就不能拯救 四四要忍 佛教给我们随缘 不能忍就不能随缘 一定要随着自己的意思 随着自己的好恶就难了 殊不知自己的好恶是烦恼 心不清净 能够放下自己的好恶 恒顺众生随喜功德 那个功德就是忍辱不乐 庄隐就是做到尽善尽美 你修忍辱度 修到尽善尽美 你得的果报 这个真良就是宗书 得佛缘因 佛一应而说乏了 众生随一类也过得及 这个因才是原因 聚众向好 向好的因素 固然很多 许许多多因素 第一个因素 是忍辱 菩萨成佛 还要特别 用一百戒的时间 这不是短时间 修三十二项八十种好 这一百戒 修的什么法门 给主说 还是六波罗密 不过六波罗密里头是以 忍辱波罗密为敌 那我们要问 他为什么要修 向好 众生喜欢向好 众生爱向好 佛以向好 设受众生 确实佛的向好 度了许许多多众生 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的 阿南就是一个 最明显的例子 阿南为什么出家 为什么跟释迦牟尼佛学 就是看到释迦牟尼佛的向好 在楞严经上说的 佛问他 你为什么发心出家 谢莫佛的向好 这个向好不是父母所生 这是他修的 阿南发心学佛 不是学别的 是想学向好 你才晓得这个向好 设受众生 这个力量多强 那么说老实话 释迦牟尼佛 早已经振得 究竟圆满的国地了 还有学向好吗 做给我们六道凡夫看的 六道凡夫 哪一个不想自己想好呢 各个都想想好 不管你是哪一个族类的 也不管你信哪一个宗教 你说哪一个人不想自己身体健康 这个容貌向好 这个容貌向好 都有这个欲望 佛这种事情就是告诉你 你这个欲望可以满足 只要你修忍如波罗密 你的话 你的怨就达到了 似似能忍 时事能忍 处处能忍 忍辱波罗米的圆满 就是向好光明的圆满 所以诸位同修要知道 忍辱是禅定的前方病 一个不能忍的人 定就没法子修啊 定是佛法 这是不论大臣小臣 弦教密教 宗门教下 它是枢纽 统统修的禅定 八万四千发门 只实施八万四千种不同的方法 不同的手段 修的什么 全是修的禅定 忍辱都做不到 禅定没法子修啊 所以佛对菩萨讲的这个六条 修行的原则 它是有此地 决定不能颠倒 第一个 这不识是叫你放下 你要不能放下 你就不会守规矩 守规矩是直接 你不能守规矩 你决定不能忍辱 你决定不会有进步 仅仅是进步 没有进步 怎么可以得成定 所以这个六条呢 就跟上六层大楼一样啊 没有下面一层 决定没有上头这层 我们要怎样修法呢 要从不实修法 真正放得下 真正守规矩 守法 绝对不可以把自己造成 塑造成一个特殊的人物 那就错了 为什么呢 离开群众 离开群众 得不到群众的帮助 换一句话说呢 你变成孤立了 孤立 无论是处是法 一死不成 所以我们细细去观察 孤近中外 你看成功的人 决定是得到大众拥护 大众的爱戴 尤其现在是民主自由开放的社会 进选 凭选票当选 那选票就看到 群众对你的爱戴 对你的拥护 你平常不能照顾别人 谁肯保住你 所以跟大众相处 是最大的一门学问 跟大众相处 不识持戒忍辱 这三条做到了 在佛门里面讲 你发言属神 无量功德 好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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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